大家好,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蜜红豆的方法 红豆洗干净 加水煮开 然后把水倒掉 这样红豆的色味就取出了 重新加水 高压锅煮至冒气 关火 检查红豆的状态 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豆子熟而不烂 我煮了两次就好了 水也差不多刚刚好 拿个保鲜盒 放一层红豆 撒一层糖 200克红豆 我放了80克糖 我放一层淡 我放了 切成绿白制度 我放了 我放了 快笔 你放了 我放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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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放了 我放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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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放的 我放了 在这边 我放了 我放了 放冰箱冷藏 等糖全部融化就可以用了 磕磕饱满 粒粒分明 除了做甜点配料 直接吃也很好 没用完的可以把干爽的豆子剪出来冷冻保存 就是这么简单 你学会了吗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